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美的戰場 其實除了我們剛剛講這幾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拉美現在正在中美的對抗當中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 拉美現在是不是可以倒向自己這一對 所以現在中美在這邊開始了 新的一場角力 只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6月6號馬上要進行的美洲峰會 現在美國可是灰頭土臉 因為是已經犯了眾怒 非常多的國家的元首 都已經表態說我們不要去了 現在倒數了10天 可是名單到現在還沒有確定 我們看看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馬杜羅 他這一兩天又在說 他說不應該排除任何美洲國家 就是歧視美洲峰會已經成了 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峰會了 還有古巴的總統 他也是講說 拜登只希望拍張峰會上的照片 用於他的競選 他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是不是來自於這個美國跟東協峰會 大家一字拍拍一張照 然後就1.5億把人家打發走了 還有尼加拉瓜的總統 我們這幾天也有講到說 他對美國非常的嗆 他就說我們對於這個出席峰會 一點都不感興趣 所以像是拉美的媒體 他們就講說從來沒有那麼多的國家 質疑美國的政策 美洲峰會不是美國一國的峰會 而是一場半球峰會 美國是不是把自己放得太大了 西班牙的國家報也是講說 美洲峰會已經成為美國的外交噩夢 就連這個紐約大學的教授都講 這個時代變了 美國已經無法召集美洲國家 恐怕以後也不能了 這美國真的像已經被拉美 這麼不甩他了嗎 已經不管美國的臉色了嗎 那我們看看 這一個拜登跟習近平 現在在拉美這個區塊 我們從幾個國家來看 哥倫比亞 巴西 甚至是阿根廷都有所影響 先看一下這個巴西 因為現在當然這個巴西的總統 過去我們都講說他是這個巴西川普 所以當然這個拜登一直以來 好像也沒有跟他碰面 畢竟是跟川普比較要好 所以這個巴西總統甚至還講說 這個拜登都當我視而不見 就是好像當沒看見我一樣 我們來聽一下 當拜登順子沒有共有過 跟川普通的議員 他有很多事情 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有做到做 這裡的國際 有其他事 我們有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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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有其他事 我們有其他事 我沒有改變 我沒有改變 我跟他有其他事 我跟他有 我們有的 我們有所想 我們有的 但是這部門 我們有其他人 我們有一個人 我們有從來的 好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他現在對於拜登來說 突然變得很重要 因為拜登就很怕說 這個峰會沒人去嗎 所以現在他已經派出 這個遊說團 希望說這個波索納洛 可不可以去參加一下峰會 所以趕緊派出特使來勸說 而且他也即將要跟這個 波索納洛見上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就連這個 現在準備要跟波索納洛 在十月份競選的 這一位巴西前總統盧拉 也傳出這個消息說 他在參選之前 有先接受華盛頓的一個邀訪 是不是美國現在打算 兩邊壓寶 因為他必須要顧住巴西 現在因為越來越多 拉丁美洲的國家 已經向左轉了 這對於美國來說 是一個警訊 還有一個更大的警訊 就是哥倫比亞的總統 因為哥倫比亞過去以來 一直都是比較傾向 美國這一邊 但是現在竟然也有一個 左轉的一個跡象 我們看看現在這邊 哥倫比亞的總統候選人佩特羅 他支持度是37% 這一個比較右派的這一個 是大概支持度是25% 所以我們看這拜登 立刻就講說 這個哥倫比亞的關係 是地區安全繁榮的一個基礎 可是他們同時之間 還有在講出來什麼樣的話 我們看看佩特羅所說的 他說批評美國的毒品戰爭是失敗的 也希望美國重新啟動這個談判 自由貿易協定 還有恢復跟這個馬杜羅的關係 並且開放跟美國的邊界 這個是現在目前來挑戰的 這一位左翼人士的一個說法 那就連這個前哥倫比亞的副總統 都講說 現在如果是佩特羅勝利的話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恐怕會徹底改變掉 美國跟哥倫比亞的一個關係 而接下來中國就會填補 美國所留下來的空白 所以如果哥倫比亞對於美國來說 一旦失守的話 這可嚴重了 因為接下來整個拉丁美洲 恐怕都要變成全面性的一個左轉 這個影響性可是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這個哥倫比亞裡面 陸陸續續在名聲上面 還出現 比方說用漢字 來出現在他們一些基礎工程當中 還有什麼中國海灣 西安地鐵 環球水電 這些土木工程 都已經陸續在跟他們做一些合作了 那哥倫比亞的教授也講 他說像斯里蘭卡 並非是債務陷阱 因著這個欠中國 只是只有 只是所有債務的一小部分 所以有一點好像在污名化中國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拉美 他們其實當然覺得 他們現在也是要更加自主一點了 因為如果美洲峰會 美國不讓他們辦 變成了美國峰會的話 他們現在這三個國家 不准去的這三個國家 古巴 委內瑞拉 尼加拉瓜 他們5月27號 他們的在地時間 他們要齊聚哈瓦那 他們自己要來舉辦一個 美洲玻璃瓦峰會 其實這是2004年成立的 他們其實只在 用意就是在於對抗美國所提出的 美洲自由貿易區的邪化 他現在更明顯了 你不讓我去美洲峰會沒關係 什麼我自己辦可以吧 我才不確定你的美國峰會 問一下賴老師 我教拉丁美洲來的軍官 而且都是高階軍官 教書教了他們十幾年 我很明顯的感受到的變化是 最早期的時候 他們的軍官來到台灣 他們上課的時候提的問題 最多的都是台灣的問題 就台灣的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 還有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怎麼樣能夠再促成 可是後來慢慢的 就開始感受到 他們的提問的方式 方向已經在轉變 他們更多的都在問大陸怎麼樣 大陸怎麼樣 大陸怎麼樣 他們知道我們台灣收訊 而且都是高階軍官 結果他們更多的都在問大陸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跟大陸發展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的整個注意力的焦點 事實上在轉移 原因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貿易 這十年來 大陸跟拉丁美洲的貿易 增加了十倍 現在已經到3000多億美元 而美國是距離 拉丁美洲這麼的近 就是鄰居 就是鄰居 就在北邊 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而且也是一個國民所得 人均所得這麼高 人均所得這麼高 科學技術很發達 然後經濟體這麼龐大 距離拉丁美洲這麼的近 結果他們的貿易額卻一直在下降 跌了大概百分之18點多 也就是說美國的 跟拉丁美洲的貿易額 已經跌到 大陸是升高到 大陸現在超過 美國跟他們的貿易額 而大陸這麼遠 你要從大西洋 太平洋 然後再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到大陸大陸 航運這麼的遠的情形下 大陸跟拉丁美洲的貿易額 卻增長了這麼多 而且超過美國 這代表什麼 美國很不用功 美國沒有把眼睛好好的看到 他們家的鄰居 他有能力 例如說大陸有能力的時候 他就盡量去幫東盟的這些國家 幫他的鄰居南亞 像斯里蘭卡也好 孟加拉或是尼泊爾或是巴西斯坦 把他們的基礎建設都拉起來 把中亞的地區都拉起來 美國可以做的 但是美國都沒有做 美國都沒有做的情形下 大陸現在的一帶一路 已經發展到拉丁美洲了 所以由大陸來幫他們 把基礎建設做起來的情形下 貿易額當然就會升高 現在很明顯的看到 大陸的大戰略也很清楚了 也就是我前面不是要講到 為什麼南太平洋很重要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中繼站 目標當然就是拉丁美洲了 所以拉丁美洲的貿易額 如果發展到像東盟的貿易額 8000多億美元的話 對他們好 對大陸也好 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 都有幫助 美國自己本身要加油 而不是去遏制別人的發展 對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 逼著這些拉丁美洲國家 必須要捨盡求援 明明美國就在旁邊 可是他們會覺得 美國是個惡鄰居 逼著他們要去跟中國做朋友 這到底怎麼回事 介大師 我覺得美國就是 過去那個行徑 現在他們有他足夠的 實力支撐以後 大家就不太再能夠忍受 他那個過去 過去那個囂張的作為 你今天你要辦一個會議 是拉丁美洲峰會 那你當然要把 你打著美洲這個旗幟 你當然所有國家的元首都會邀請 你為什麼只邀請你喜歡的 你不喜歡的你就不邀請 這個本來就不對 對不對 你怎麼另外一份 對這個委內瑞拉做得更過分 人家現任的總統你不邀請 你去邀請反對黨領袖 你去參與 這個更是就是 擺明列藉這個機會去幹嘛 去分裂別人的國家 去干涉別人的內政 那其他美洲國家 不願意跟美國一起怎麼樣 你去參加就等於是 認同他這個做法 所以很多國家就說我不去 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要辦峰會 你要說美洲國家的話 所有美國國家你都要邀請 而且你不能做到更過分的 說人家是合法選出來總統 你不邀請 你去邀請他的反對黨 你叫別的國家一起怎麼做 怎麼去 如果我跟委內瑞拉 是好朋友的話 那我怎麼會 我坐在那個會場上 我怎麼對得起委內瑞拉 聽大使這樣講 我有個畫面 他會不會辦得比 東協的這個峰會還慘 因為大家都不去的話 那不是這個美洲峰會更慘了 我跟你講 東協很慘 這一次這個跨峰會也很慘 我們美國看不到 事實上在Quart他們的四個國家的時候 要所謂的介紹所謂的IPEF的時候 你知道Modi走了 本來他還錯 那邊一開始他人就走了 就剩下美國總統跟日本首相 還更妙的對面邀請的國家 只有幾個國家的總理參加 馬來西亞 印尼好幾個國家都是部長做的那邊 所以就是擺明不給美國面子 所以這個 這個美洲峰會因為美國犯的錯誤更大 你不能這樣子辦國際會議的 你這樣子辦的話 說實話古巴的Dias總統講的話也都蠻 他不是為美洲國家而辦的 他是為他自己選舉而辦的 他就想照一張照片用於他的競選 真的是一刀見血 一針見血 是 到時候可能照起來很空蕩 就變獨照會不會 我們來問一下李老師 對 因為這次的美洲國家峰會 就是一個考驗拜登的外交 因為講得非常多 到底做到如何 能不能夠真的是讓區域裡面響應 目前看來是有很大的挑戰 因為這次主要當然是卡在 古巴跟委內瑞拉 其實上個禮拜 美國已經把邀請函寄出去了 但他沒有透露說我寄給誰 但至於最關鍵的三個國家 古巴 委內瑞拉跟尼加拉瓜 美國加法是說 因為不符合民主跟人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寄給官員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 讓人民的聲音反映出來 這大概就是他一個政策 最後的一個底線了 所以他們三個不甩 就是說我們自己辦了一個峰會 還在今天 玻利維亞 今天要來辦 因為玻利維亞美洲Alba這個聯盟 本來就是最早就是古巴跟委內瑞拉 到現在他的成員大概有九個 裡面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 對美國比較不友善 或是反美的一個聯盟 這一次裡面其實 美國還是有嘗試他最後的努力 像巴西 之前他旗幟鮮明 他很喜歡川普 意思說跟拜登不合 但是現在拜登是派了參議員去 其實是有效的 因為根據最新的一個資訊顯示說 巴西的總統現在說他會來 波索納羅可能會去 他可能會去 那他可以跟拜登兩個人合照 對 但是很多國家其實是會去 但是他會講說我還是希望 不要排除任何國家 還是我去歸去 但是我對這樣的邀請是分彼此的 有歧視性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裡面 所以這次做得好或不好 當然對拜登而言 他希望一個 他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場子搭起來 因為第九屆又回到美國辦 本來這個場子美國搭起來 但是如果是最後到的狀況不如預期 所以對拜登的外交的一些施政 還是可能會有些損傷 那如果辦得不好 會不會大家更轉向中國 因為目前